我们说要老虎苍蝇一起打 不过话说回来老虎固然很可怕 但是它毕竟跟大多数人的距离都比较远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让老虎咬上一口 但是遇见小人那却是大概率的事件 蚊子总比老虎多 被蚊子叮一口 虽然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大碍 但是确实很烦人 如果很不幸你遇见了毒蚊子 保不齐还会出大问题 所以说对于小人不可不妨 可是怎么样对付小人 这里边其实就大有学问 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节操 一般就是为人为所 小肚鸡肠 斤斤计较于迎头小利 总而言之就是打小算盘 耍小聪明 做小动作 占小便宜 小人虽然可恶 但毕竟不是恶人 他的能量也没有那么大 即便是要害人 也不过就是打打小报告 一般情况下呢 只要不涉及到原则问题 不涉及到核心的利益 也不必去斗 更没有必要跟他争 如果真的涉及到不能够退让的问题 那就要据理力争 狠狠地去对 争取一击之命 你不要跟他纠缠 因为小人 畏微而不畏德 典型的表现就是胡搅蛮缠 他有的是时间 他有使不完的精力跟你耗 但是咱们跟他耗不起 他要是跟你讲道理 那就不是小人了 对待小人 有人总结了 要多打招呼 少说真心话 不主动交往 也别拒绝交往 可以给予帮助 但绝不能占他的便宜 平时呢 遇见了以后 脸上要有笑容 内心要有防备 态度要热情 可是头脑要冷静 言语要迎合 但是行动一定要敷衍 无论是在职场当中 还是生活当中 小人都很常见 就像苍蝇一样 生生不息 这些人 嫉妒 也见不得别人好 喜欢扯闲话 小人当然很可恶 可是更可怕的 是放纵小人的制度 最后补充一句 人人都在反小人 防小人 可是那么多的小人 那都是哪来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时不时的自我反省一下 某种意义上来说 小人并不是哪一类人的专属品性 不是哪一类人的专属标签 大多数人可能偶尔也都会做一次小人 一辈子不做小人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要有自省的意识 感谢观看